大家好,我是文睿,这两天国内发生了一件事,就因为这个事,哈尔滨工业大学海工大出名了,当然这个出名是带引号的,因为我是海工大的毕业生,我本科硕士都是在海工大读的,所以我也想针对这个事情谈谈我的一些看法,是什么事呢,可能有很多朋友知道了,但有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清楚,我先把这个事情大致的过程简单的介绍一下。 就是在感恩节这一天,然后呢,就是在海工大的一个公寓的一个,在一个公寓里边,有个公寓的管理人员呢,他们在群里面发了一个信息,他怎么说的呢,他说今天是西方感恩节,我借此节日,在这里感谢同学们对十七公寓工作的支持,今天早7点50分,我在公寓大厅为大家分发糖果,先到先得, 发完为止,你看这个话说的吧,其实挺温馨的,对不对,我在公大那会住的时候呢,反正我的印象当中,当时公寓的这些管理人员啊,一些阿姨啊,对吧,他们真的都很好,真的,对我们真的非常不错,当时。 就是我感觉他们当时就是打扫卫生啊,都打扫的特别干净,那时候我就,有的时候我就跟那些阿姨聊天,我说,你们打扫的真干净啊,对吧,这是公寓里最埋的地方,最脏的地方,就是一些男生宿舍里面,真的是很脏啊,那些阿姨他们真的很好,有的时候,他们也看不过了,就看一些男生宿舍很脏,他们就进去主动就帮着打扫, 其实这个印象我一直很深刻,所以今天看到他们的这种做法呢,那对于我来讲,首先我就会非常感动啊,对不对,非常感激,对不对,而且到那还会说他,还会对他们表示一声感谢,甚至可能我会给他们买一杯饮料啊,或者说给他们买一杯咖啡啊,作为回赠,对吧,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人的这种感情的交往啊,对不对,然后呢,这个事情呢,下一步发生了,就让我大叠眼镜,是什么事呢, 就他发了这个信息不久啊,就几分钟之内,然后呢,就有一个这个学生,也发了一条信息,说什么呢,宣传这种西方节日,作为这个宿舍辅导员,非常不妥啊,作为官方代表,公开搞这个阳节庆祝活动,不考虑影响吗,就挂了一个问号,然后请生活辅导员和公寓方,立刻停止该活动,否则我将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,你看这学生,就是一个学生说的这个话, 都是官腔了,你看,是不是,我觉得,没准是什么哪个学生会的干部吧, 呃,然后呢,这个事情发生以后,大家可能觉得,也不过就是一个学生嘛,这个也很正常啊, 呃,那么,海工大的官方的这个回应就出来了,他怎么说的呢, 经调查了解,这个公寓阿姨派发巧克力是出于好心,学生留言,提醒阿姨也是出于善意, 那这话说的好像,对,然后他记得说,学校不提倡有宗教色彩的阳节进校园, 坚决禁止宗教活动进校园,你看这个话说的,其实就很过温, 人家就分发一个糖果,对吧,你学校,以校方来这么发,这个我觉得真的是, 然后,还有就是说,中国的媒体叫澎湃新闻报道,就是, 海工大的,啊,一个相关工作人员吧,就说,对这个事儿,他表示怎么说呢, 说学生,学生说这件事,肯定是没毛病的, 而且是要表示肯定的,大家看一看, 这就是,海工大官方的这种回应啊,我觉得这个,这么做真是不妥, 然后呢,最后这个澎湃新闻还说,这个宿舍管理员在微信群当中, 向这个学生道歉,哎呀,这一片好心的,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, 对不对,然后这个事儿吧,在网络里面好像也有人做调查, 说你支持这个学生还是不支持这个学生,好像支持这个学生的人还挺多, 所以呢,我觉得真的有必要来讲讲这个事儿哈, 那好了,你说不过杨洁啊,说拒绝这个就是西方的文化呀, 什么信仰啊,宗教, 那首先,说一点,马克思主义算怎么回事儿,对吧, 马克思主义,那不是从完全从西方来的吗, 您可以说它是一种宗教,一种信仰,对不对, 那在中国国内大学校园里面不得天天学啊, 什么马列毛登江,那么天天学,那这个不用我多讲, 大家都知道,对不对,你要拒绝洋节,洋文化,对吧, 这些东西,首先就应该把这个东西清除出去, 对不对,我说对不对,你对这个事情, 你什么都不说,人家就发一个糖果, 你还搞得这么上纲上线呢,合适吗,对吧, 好了,那再从海龙大这个学校本身来讲, 工大的校友们肯定都很清楚,对吧, 你说工大那些建筑,大家脑子里面能想起什么来, 可能有人想起那个图书馆啊, 或者想起里面的,有一个金属球, 在工大念书的朋友,大家都知道我说的那个金属球啊, 但是所有的在工大毕业的学生, 包括对工大有些了解的朋友, 大家都能想起一个建筑就是什么呢, 就是那个主楼,对不对,工大那个主楼, 这个主楼是什么风格的,俄罗斯风格的,对不对, 那照这些学生的这个就是说法, 那你看俄罗斯风格,那不是宣传这个西方文化吗, 对不对,那就把这个楼拆了呗,重建,能行吗, 你想拆还拆不了呢,那人家国家, 人家那是国家保护建筑, 国家二级保护建筑,看好像是, 那是作为一种非常珍贵的这种文化来保留的, 你想拆还拆不了呢, 再加上这个海龙大这个学校呢, 它还有个什么特点, 它是1920年当时创立的, 它真正高速发展时期是在1950年到60年之间, 它为什么发展那么快, 谁帮,苏联帮助的吗, 当时那些很多老师, 年轻老师都是苏联人培养的, 包括就是他整个的教学方法, 教学的这种模式都是学习苏联嘛, 然后甚至用这个俄语教学当时, 那这些你怎么算, 这不也是西方的吗, 洋人的吗,对不对, 所以呢我觉得别的学校吧, 学生这么说吧, 我也不想多说, 你说海龙大你说跟西方这联系是很紧的, 这么讲, 这学生这么讲, 真的是我觉得, 哎呀咱就不说难听的话了, 不合适我觉得, 那对于海龙大呢, 我个人来讲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吧, 其实现在这种感情也挺复杂的, 应该说海龙大对于整个中国这个体制的这个加强啊, 包括延续, 真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 这点我是其实挺不看好, 但是呢, 就这个学校本身, 当时本科硕士在这念呢, 很多老师同学在一起, 当时的感情是非常好的, 而且对这个学校的整个的氛围, 我也是挺喜欢的, 大家吧, 就你去, 你跟海龙大的毕业生接触吧, 这些年, 这些年轻的毕业生我不知道, 反正老一辈, 大家都是那种很踏实的, 很踏踏实实的, 就是老老实实, 就是工作的那种类型, 真的, 真是这样的, 你就说海龙大的校训吧, 就规格严格, 功夫到家, 就这个海龙大的校训, 你听了是不是, 哎呦, 好妥啊, 那海龙大整体上, 就是这样一种风气, 是吧, 所以呢, 我万万没有想到说, 就这种事, 它会发生在海龙大的一个学生, 学生里面, 能说出这种话来, 真是, 反正这就是我作为一个, 就是也算是一个老公大的一个毕业生吧, 就谈谈我的一点点想法吧, 我相信哈, 我相信肯定, 在工大里面, 有很多人也是反对这种做法的, 这样的, 想这样做的人, 毕竟还是少数, 我坚信这一点吧, 怎么说呢, 就是经常吧, 有很多这样的这样的人, 不限于这个海龙大的这个学生了, 就是, 说这样的话, 他知道是不危险的, 他知道他是有人会支持他的, 但是呢, 面对中国社会的那么多不公, 那么多弱势群体, 他们一个字都不提, 一个字都不敢说, 就碰到这种事, 出来打官腔, 刷自己的存在感, 真的是没啥意思, 对吧, 你们说你要真的推崇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, 怎么样, 你加强自己的文化, 你让外国人, 对不对, 来推崇中国的文化多好, 你让外国的人过中国的节日多好, 你有这个能力吗, 你没有这个能力, 你说你做这种事, 你多可笑啊, 是不是, 现在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, 对吧, 那传统文化都快没有了, 对吧, 你搞一个孔子的这种祭典的, 整个的这个章程, 整个的这个过程, 细节, 还要到韩国来学, 这个大家都知道, 这不是个笑话吗, 对不对, 整个中国现在这个文化都成了一个什么文化了, 就成了一个大文化吗, 在那, 每天很多人, 我都说的一点都不夸张, 想的就是怎么样能赚更多的钱, 怎么样能得到更多的权力, 怎么样跟人家勾心斗角, 整天研究是这些, 怎么样享受吃喝玩乐, 就是这些, 真正好的东西现在, 对吧, 推崇的人越来越少,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悲哀, 然后再加上还出现这样的事情, 还出现在海龙大, 哎呀, 真的我想起来我都脸红, 总之吧, 就是还是那句话, 我相信更多的这个工大的校友, 工大的学生, 应该都是不认同这种观点的, 行, 就聊这么多,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, 谢谢大家, ,